好 我們講了什麼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那什麼情況才會達到平衡呢 什麼情況才會達到平衡 要定溫的密閉系統 因為溫度會影響到我們的反應的快慢 所以溫度要一定 當然量也要一定 壓力也要一定 不過這個我們通常沒有強調 我們常常叫做定溫 還有叫做密閉 這個密閉的意思跟過去叫的是類似 密閉的意思就是東西不會進出 不一定要封口 我們單位就會看到這樣的例子 同時這個平衡是一個動態的平衡 A加B變成C加珠 只要有A跟B就有機會變成C跟珠 只要有C跟珠就有機會會變成A跟B 所以達到平衡的時候 仍然會有正反應 仍然會有逆反應 只是正逆反應的快慢一樣 所以外表上看不出來量有任何的變化 所以量沒有改變 但是反應仍然在持續進行中 這個叫做所謂的動態平衡 這是另外一個重要觀念 就是可逆反應達到平衡的時候 正逆反應速率 正逆反應都仍然在進行當中 那我們這邊要舉個例子 跟它說明一下密閉跟不密閉的狀況 這個左手邊有兩瓶水 一個打開一個蓋蓋子 放一段時間之後 打開的水量會變少 蓋蓋子的水量沒有什麼變化 原因是因為如果你把蓋子會打開 那麼水蒸氣蒸發之後就會不斷的跑掉 不斷的跑掉 因為它就會不斷的蒸發 而右手邊的封起來的蒸發變成水蒸氣 水蒸氣跑不掉 它又會凝結變成水 然後最後達到所謂的平衡 蒸發跟凝結一樣快 量就沒有什麼樣的改變 那就沒有改變了 所以呢 這個左手邊的沒有蓋蓋子 沒有密閉 不會平衡 水會一直減少 右手邊蓋了蓋子了 它就會有會平衡 把它平衡 蒸發跟凝結一樣快 然後這邊有所謂的糖水 剛把糖加到水中的時候 有溶解有沉澱 但是溶解快沉澱慢 所以就一直溶一直溶一直溶 等你溶到最後不能夠再溶 達到飽和的時候 跑進去裡面看 繼續有溶解 繼續有沉澱 可是溶解跟沉澱一樣快 所以遠遠的看 量沒有改變 飽和糖水下面沉澱量沒有改變 但是實際上溶解跟沉澱 都仍然在持續進行中 一樣快 所以外觀上看不出變化 那麼這個例子裡面 我需不需要封口 不用封口 因為溶解跟沉澱 都在水裡面發生的 不會跑出去 所以不封口 它也可以達到所謂的平衡 溶解跟沉澱是一樣快 飽和糖水溶解跟沉澱一樣快 我不需要封口 好 所以這個溶解跟平衡 我沒有飽和之前 我溶解快 沉澱慢 飽和以後 溶解跟沉澱一樣快 一樣快 有達到所謂的平衡 可逆反應的平衡 那 剛剛講過了密閉 譬如說東西就不要進出 東西就不要進出 所以這個圖上面 底下是蒸發跟凝結 那這個要怎麼樣 就要蓋蓋子 補蓋蓋子就會不斷的蒸發 就不會平衡 可是上面是我的溶解 我上面的溶解 那個要不要蓋蓋子 不用蓋蓋子 它就可以平衡 它就可以平衡了 所以密閉的意思就是 你的東西不會進出就可以 就叫做所謂的密閉 那根據你的做的東西不同 結果會不同 當然通常是如果有氣體會生成的 就一定要封口蓋子 那如果沒有氣體生成的 那就可以不需要蓋蓋子 所以呢上面的溶解跟沉澱 有蓋蓋子、沒蓋蓋子 都可以達到溶解跟沉澱的平衡 但是底下的會蒸發的 有蓋蓋子的可以達到 蒸發跟凝結的平衡 然後呢底下左手邊的 沒蓋蓋子的就無法平衡 它就會不斷地蒸發掉 所以要告訴各位 我們達到平衡的條件 我們強調叫做定溫的密閉環境 而什麼叫做密閉 你所產生的東西 你的反應物在這裡面不會進出 就維持在這個系統中 就叫做密閉 直到各位能夠理解 我們達到平衡的條件